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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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手帝的女口是薛小婧的 小婧 你的这件衣服 怎么样 款式还不错吧 不过是很早以前买的了 已经半年多没穿了 这个款式不太适合你 半年多没有穿 那不就是 难道 奶奶的婚名跟小婧有关系 不行 我一定要谨慎出来 喂 你怎么老是发呆啊 没什么没什么 我 没事 那我和立衡就先走了 先不打扰你们了 我还没跟奶奶说话呢 走啊 快点 走啊 快点 走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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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快点 走啊 快点 走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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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这边还快点 我 是 我姐姐今天回来了呀 真的啊 那很好啊 你爸妈一定很高兴吧 今天正好是她的生日 这事就好事啊 可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了 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嘛 怎么了 我是你男朋友 但你什么话都不对我说 一肚子的心事 你不怕变大肚婆啊 哎呀好了好了 就是这个 这是 今天我帮奶奶按摩的时候 在她手里拿到的 奶奶手里 奶奶的左手 不是一直紧握着圈 怎么样都打不开吗 我今天就问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说 这是 痙磷跟萎缩的关系 那我就很紧张很担心 我就拼命地帮奶奶搓 帮奶奶按摩 后来 就在奶奶的手里 发现了这一颗钮扣 那奶奶为什么会有这颗钮扣呢 最最震惊的就是 仅仅小金穿的那件衣服 上面也少了一颗钮扣 跟这个是一样的 你也看见了 小金她说她那件衣服 已经有很久没有穿了 哎 你说会不会就是在那个节骨眼 奶奶从小金的身上 抓下了这颗钮扣 哎 你还记得吗 曾经有一次 奶奶清醒过啊 可是后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情况又变得不好了 我也不愿意这样想啊 可是我真的是怕 我真的怕万一世纪 跟我想象的一样怎么办 你也觉得这个事情很荒唐 很离谱对不对 我就说我一直在胡思乱想 一定是这样 哎呀好了好了 这个钮扣你怀陪我 我去怀陪小金 哎 等一下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万一随小金有什么秘密和阴谋 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他 走 我们去他办公室看了 也许能找到蛛丝蛛迹 可是 哎 哎 怎么了 还说呢 你成天和天美打打闹闹的 是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都说了 他只是个孩子 别那么介意嘛 是吗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对我那样笑过 哎 我们结婚的事情 可以跟伯父说了吗 哎 我们结婚的事情 当然 但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会和他说的 好了 别生气了 我是因为爱你 所以才会吃醋的 那我先上去了 你开始小心点啊 慢点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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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成八角丹了 我功成八角丹了 我他们都不想要 我功成八角丹了 我功成八角丹了 好 好 这明明都属于我的东西 明明就是我的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 蔚蓝暗 蔚蓝暗 妈 你都睡了 刚睡 没关系 妈 有什么事吗 怎么这么看着我 妈有句话要问你 但你必须如实回答 什么事 你是不是毁了浩天的孩子 那孩子呢 你是不是已经生下来了 妈怎么会知道 难道是杨柳说的 那浩天 那浩天 也知道我怀孕了吗 又珊 你跟我说实话 我才能帮你啊 你是不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没有孩子 你在骗我 杨柳四姐 你们是不是见过面 是他亲口跟我说你怀孕了 是他亲口说的 他还跟你说什么 他是不是说我害死他的 他是不是跟所有的人都说 是我害他受伤的 妈 不能轻易相信他 他曾经是你的情敌 他会强奏你的丈夫 你不能相信他的妈 妈 真的不是我要害死他的 是他不让浩天知道 我怀孕的事情 是他自己来拦我的 我们两个在拉扯当中 谁知道 谁知道 他的头 他的头就不小心撞到了箱子上 然后他才会受伤呢 真的是你 不 妈 你真不能怪我呀 这全是他的运气不好 妈 我知道 很多事情是强求不来的 我也知道 强扭的瓜是不甜的 我小时候就被父母抛弃 长大之后 还要被心爱的男人抛弃 被抛弃的痛苦 已经在我脑海里 一层一层地叠加了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会对杨柳如你心存敌意的 妈 真的不能怪我 我不是故意的妈 妈 妈相信你 那你告诉我 那孩子呢 永珊 你坦白地跟我说我才能帮你呀 孩子呢 好 我说 我把孩子生下来了 妈 我绝对不会因此而破坏浩天跟珍珍之间的感情 更何况 现在珍珍的眼睛也瞎了 妈妈也没有了 她已经够可怜了 我怎么还能忍心伤害她呢 那你什么 anche 那你现在 打算怎么办呢 孩子在哪儿啊 孩子在是让舅舅照顾我 什么 承薇 对 treasure 最近这段时间 都是她在照顾我们的 妈 孩子很健康 她叫小安安 你要不要看她照片啊 好 好可爱的孩子 男孩女孩啊 是男孩 男孩好男孩好 以后她是姓云了 还是姓夏了 都好都好都好 妈 关于我怀孕的事情 还有别人知道吗 你刚才不是说 如果我成事的话 你就可以帮我 那是不是意味着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是 只有我自己知道 杨柳死前跟我见面的事 也没有其他人知道 但是怎么会呢 婚礼上有这么多人 她就没有说起过吗 也许 她是把珍珍误会你 而产成敌意吧 好了 你放心 孩子的事情我会帮你的 我会给你找个保姆 然后找机会 跟你爸爸好好说说 把孩子接回来 妈 这件事情的牵扯太大了 所以我想从长急 最起码让我弄清楚 自己下一步 要怎么做才行 好吗 也好吧 好吗 你早点休息吧 妈 你也早点睡吧 妈 你也早点睡吧 好了 我睡吧 好 杨柳啊 我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竟然什么都没有说 这样我跟昊田 就更有机会复合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这么做啊 奶奶识别证都难道 你还犹豫什么 如果孙小青真的坦荡荡 那我们自然物话可说 那你答应我 如果真的没有找到的话 我们马上就走啊 傻瓜 没有找到当然要走了 难道你还要在这里留宿啊 走了 原来是二少爷和夏小青啊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们是来这里替我哥拿数据的 我这还要在家 加班好厉害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拿完数据之后 就会马上离开的 那你忙吧 你能踩我很痛呢 好了 别生气 你进去吧 快点 进来 可是这样真的很不好啊 快去找啊 快去找啊 天梅 你过来 我可以的 没变得 我没有变得 我掌柔 我笑到你 大惊小怪 疑神疑鬼的 好了 把计划书放好 要不然被发现了 我刚想想见了一句 她的办公室为什么还是留住 你们在干什么 夏天梅 你在找什么 我们是 你敢偷奶奶的识别证 你是不是知道我跟小金 在医院探望奶奶 利用这个空档 来办公室里面东翻西找 我们两个是兄弟 你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用不着这样偷偷摸摸的 还有你 过来 曾封新计划的相关资料 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注意到 你没有注意 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是什么新计划的数据了 你不要再抢次夺理了 我就是刚好在找东西 然后刚好你就进来了 我刚好手上就拿了这份东西吗 哪那么都刚好 你不要怪天梅了 奶奶识别证是我拿的 拿东西也是我的提议 跟天梅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要怪就怪我吧 我当然要怪你了 你搞清楚 虽然我们是兄弟 但我们隶属两个公司 我必须对我的股东负责 希望这点你能谅解 再说曾封是奶奶一辈子的心血 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曾封 难道我就会伤害曾封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是 工作上我是没有你能干 爸爸比较看重欣赏你 但我还不至于为了这点 来窃取你们公司机密 你们两个都不是曾封办公室的人 办公室有什么你们要的东西 值得你们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什么偷鸡摸狗啊 哎呀 好了吧 你们不要越吵越大声了 这只是一场误会 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把事情解释清楚啊 没什么可解释的 把东西拿出来给他看 让他知道是谁要伤害曾封 谁要伤害岩家 可是 你还犹豫什么 难道你要等他大公无私地来抓我们吗 拿来 你自己看 看清楚 这是从奶奶手里拿到的 看不出来吗 这就是孙小精今天穿的衣服上面的女扣 是天美从奶奶手掌心里拿出来的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怀疑奶奶的意外跟孙小精有关 对 对 你可以问问天美 她能证明孙小精确实穿过这件衣服去见过来的 我相信她一定做了些什么 刺激到了奶奶 奶奶才会骑我这里扭扣 你们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是小精伤害的奶奶 或者你们想怎么证明她的动机跟目的 目前没有证据 但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找到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 为了一颗扭扣就说小精伤害奶奶 找不到证据就说还没有找到 你们就这么讨厌她一定要把她赶走 严格 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然是怎么样 你们根本为审仙判她 你们就这么讨厌她 小精是我的未婚妻 她的为人我很清楚 就算这颗扭扣是小精的 奶奶昏迷不行总会有一些反射的动作 你们怎么能够因为一颗扭扣就怀疑她 认定她有罪呢 可是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我不想到她 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吸取这次的教授 下午 你们可以走 等一下 把识别证留下 看清楚 收好 下午有小偷不关我的事 走 快 我到 天凡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 看你被误会 不要这样说了 你也很惨哪 看到你们兄弟两个人吵架吵成那样 我心里也很难过 放心吧 我回去以后不会和他吵的 我会像冷气一样 就连声音都没有 说真的 其实我早就觉得孙小金的癌症非常可疑 我的朋友呢 正好是她常去看病的那家医院的医生 我会想办法让她去查一下 可是癌症这种东西不可能有假吧 孙小金她没有必要用癌症这种东西去诅咒她自己吧 算了啦 你还是安分一点啊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们兄弟两个人吵架 你是在担心严格呢 还是在担心我 我是在担心你啦 是像女朋友谈护男朋友那样吗 还是像 心疼心肝宝贝被欺负的那种担心和不舍啊 你越扯越远了 我有话跟你说 我亲爱的女朋友 你这样的反应 让我好难受 我亲爱的女朋友 算了 你就是这种傻瓜个气 回去吧 那我走了 谢谢你送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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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过了这么久 我跟天美还没有什么竞争 好像一堵无形的气 在阻隔着我们 怎么也过不去 严丽航 你不要放弃 加油 天美一定会被我感动的 哇 好丰盛哦 今天早餐好丰盛哦 来 坐 来 坐 当然了 一家人团圆多不容易啊 我今天出去啊 给你买点好吃的来 晚饭会更好 好 菊妈 不要买那些生冷的东西 有膳哪 现在不能吃 为什么 她老在外面乱吃 所以呢体质偏寒 这两天哪 多顿些补品 然后多放些生姜和麻油 就像做月子那么煮啊 这两天 你干脆去买些 十全大补汤料来炖鸡 我们大家都可以吃嘛 都一块补补身子 有事啊 你多吃点 妈 谢谢 我到底要怎么开口 问姐姐的绅士的事啊 还有珍珍 天哪 憋得真难过 有膳啊 既然你回来了 就回公司上班吧 现在天美啊 也在幸福地产工作 你们姐妹在一块 也可以互相帮忙啊 嗯 姐 你还是回来吧 你要是回来了 还能帮我多分担一点 要不然的话 爸老是盯着我 你要不是我夏正松的女儿 早让我给开除了 一天到晚不知道忙什么 最近让你盯的那个EM工法 盯得怎么样了 有啊 我已经跟一家日本公司联络好了 而且啊 他们对中国的市场还挺感兴趣的呢 你放心 我一定会联络得很好 爸 至于公司的事情 我想想缓一缓 为什么呢 哎呀 刚回来 让她多休息几天嘛 哎 在外面都待了半年多了 还休息不够啊 有膳 我正好想问你 在这外面这段时间里 你都上哪儿去了 都跟什么人在一起啊 我 我 我去旅游了 你也知道 浩天结婚了 我心情也不是很好 所以想四处逛逛 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吃饭吧 吃饭就是吃饭 干嘛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啊 吃吧吃吧 嗯 说话 到处去旅游 怎么可能还一身白皙地回来呢 这孩子 还是有心事不肯说 今天 一定要跟把文清楚 到底谁是我的姐姐 谁又不是我的姐姐 哎呀 怎么这么复杂啊 哎 你来了 爸 嗯 我有重要的事情问你 好 哎 你先坐着 我一会儿就好 哦 像爸这样标准的好男人 竟然会跟别的女人 在外面有了孩子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要是连爸爸都会这样 那其他的男人 不是更糟糕了 什么重要的事啊 说吧 现在啊 嗯 嗯 嗯 那你等我一下 我是想问你了 杨真真真 杨真真 她真的是我亲姐啊 她真的是我亲姐啊 这样的话那就是真的咯 那姐不是你跟妈生的 这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是她跟我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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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是吗 没有了 我也没有这样想啊 我只是心里觉得比较惊讶而已 可是爸 你 为什么不把真真接回来 不跟她相认呢 不是 真真没有我 一样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 可是 如果我把她接到家里来 友善可就毁了 她会觉得都是杨真真抢走了她的一切 你想啊 如果我把珍珍接回家里来住的话 友善她还不回家来吗 可是 珍珍她确实 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何况她妈妈已经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在我的眼里 没有谁比谁重要 谁比谁不重要的问题 我想的 只是你们谁比较需要我而已 友善她 是因为自己的身世 而造成心理上的偏差 现在除了我跟你母亲之外 没有人能够让她回头了 爸 你可以爱一个不是亲生的孩子 生死亲生的 你真伟大 我一点都不伟大 我只是在不断地面对生命 对我的考验罢了 我也可以自怨自艾地说 我不知道杨柳为我生了孩子 所以没有给珍珍父爱 并不是我的错呀 但这些推托会有用吗 毕竟我已经错失了 跟珍珍之间的亲情了 孩子 你很善良 珍珍也很善良 有空就多去看看她 以你们两个人的个性啊 相处起来一定能成为好朋友的 你也不想让她 叫不着她姐姐是一回事 爱不爱她又是另外一回事 懂吗 嗯 我懂 虽然你没有接珍珍回家 虽然你没有和她相认 可是并不代表你不爱她 相认只是一个过程 重要的是 你把对她的爱 已经放在心底了 对不对 爸 嗯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当初 你们是为什么会把姐领回家的呀 当然可以啊 其实啊 幼珍是你舅舅的亲生女儿 幼珍的妈妈 其实是一名小歌手 你舅舅为了捧她的场儿 每天呢 都不务正业 就知道到歌厅去听歌 后来呢 又沾上了赌 友善 你要去哪儿啊 我没去哪儿 随便出去走走 那好 我跟你一块儿去 妈 妈 其实我 我 你是不是想去看看孩子 那我就更得跟你一块儿去了 我是说呀 我会帮你的 不管是找房子安置 还是给她找个保姆 我都比你有经验哪 妈 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这件事情 还是要让爸先知道 接受了 下次我们找个时间 我一定带你去看安安好不好 妈 妈 这件事情爸爸能不能接受 其实很重要 你找机会跟他说一说 让他接受我们才能往下谈啊 好吧 那也只能这样 我会尽快跟你爸爸说这件事情的 把这个拿着 来 给我那个保姆孙子 多买点好吃的 好 谢谢我 那我先走了 嗯 慢点儿吧 这孩子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 郑松能不能接受是个问题 万一浩天他们知道了 肯不肯放手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乖啊 不痛啊 哎呀 乖乖乖 要是碎 乖乖乖 孩子都哭成这样了 你也不哄一哄 我一直在哄他 可是你走了之后他就一直哄 我真的一直在哄 可是他老是哄啊 乖 乖 你 你小子跟我澄清作对是吧 我也是这么抱着她的 母子怜心嘛 好了 你昨天晚上也没怎么睡 去睡会儿吧 我也不是很困 你还没有吃饭吗 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等着 是 是是 我搬事您放心吧 周董 那就先这样 拜拜 长得那么可爱 一定要爸爸看到 来 笑一个 笑一个笑一个 来 好 乖 好 想穿小孩照片给我 宝贝看这里 来来来来 有声 怎么回事 浩天 我们的宝宝很可爱吧 爸爸爱你哦 小安安敬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 不可能 一定是由荣耀作绝 这 一定是 安安 安安 好 小博打的电话已关键 啊 安安 这 嗯 嗯 现在返萊子 来 爸爸现在一定很急 一个头两个大 不过没关系安安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我们很快就会很美好 一定会很美好 好乖哦 乖 好 我知道你不能吃酱色的东西 所以呢 就给你买了驴汤 来 过来吃 刚刚做出来的 很热 来 尝尝 我已经把安安的照片给浩天看过了 浩天是安安的爸爸 他不应该置身事外不是吗 你看 浩天呢 已经跟杨珍珍结婚了 你在这个之前 也不是没有努力争取过 可是 可是都失败了 对吗 我知道 所以这次 我一定不会明着来 我会一步一步把所有的东西都计划好 我要让他来求我 你的意思是 好了 你就不要问了 问了你也不懂 有事啊 我知道我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知道现在 才想去做一个好爸爸 我也在学习当中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很没用 可是 我真的是从心里担心你啊 你担心我什么 我像是一个会失败的人吗 我之前输给杨珍珍 是因为她命好 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老天爷会永远向着他那边 可是你这么做 值得吗 如果你想要好男人的话 那天下多的是 我不要什么好男人 我就要种好天 输给杨珍珍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我一定要把面子搬回来 我要用实际行动说明 我比她优秀 我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女人都值得得到幸福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成功的 立方 中信 好久不见了 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找我什么事 我是怕你忙着交女朋友误你大事吗 别来这一套 要是别人的话 肯定我女朋友重要 要是你女朋友靠边站 是是是 找我什么事 坐 我想让你帮我查个病人的病历 查病历 这可有点难啊 这涉及到病人隐私 我不能随随便便透露病人的隐私 不难我能来找你吗 一句话 行不行 你这还是朋友吗 你这不是害我吗 我跟你说啊 查病人病历啊 那都是有记录的 你让我爸知道了活剥了我的皮 你把责任推给我吗 医院是你爸管理的 怎么着都行啊 你爸也不会开除你 最多开除你医生的头衔 能开除你儿子的身份吗 你这是为什么呀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要结婚 我怀疑这个女人有问题 这事够你冒险了吧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有问题的话 那可是家族浩劫呀 把资料给我 你答应吧 够兄弟 好 姓名出生年月日 动作成名 孙小精 好 等我一下啊 好 你是要查病历的部分 好 我想知道她吃什么药 她自己说她得过血癌 好 知道了 别乱跑啊 在这儿等着我啊 等你啊 这个盐利盒 居然调查我 这不会是严格的意思吧 到底是谁在怀疑我 之前的时间 到最后还是自己的人 偏偏是我爱你太多 你对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 我欠你的太多 爱情始终有爱与悲哀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太多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再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从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什么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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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对自己的爱事情 你也少了 astronaut